本赛季的中超联赛还剩最后四轮 除了冠军悬念没有解开 降级名额也还存在悬念 但在第31轮比赛开始前 著名记者李璇在社交媒体上透露 武汉长江全队遭遇大面积新冠病毒感染 只剩4名球员核酸阴性 和天津金门虎的比赛即将到来 对手不同意延期 武汉长江有可能被直接判复 如此一来 广州队有望躺着保级成功 武汉长江本赛季可谓命运多舛 李铁的风波闹得沸沸扬扬 这成为引发全国球迷关注的热点 而因为欠薪问题没有解决 武汉长江又两次遭遇罚分 一共被罚掉了9分 如果没有罚分 目前武汉长江的积分应该达到25分 保级基本无忧 但如今他们只剩16分 排名倒数第三位 保级形势岌岌可危 李璇在社交媒体上说到 武汉长江队太惨了 全队只剩下4个球员梅羊 已经感染的球员 还出现了发烧的症状 上一轮他们还能凑够14人报名参赛 甚至还打得不错 本轮和天津金门虎的比赛 目前看来根本打不了 此前山东泰山 已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但他们与当时的对手 深圳队进行了协调 深圳队同一比赛延期 避免了山东泰山 被直接叛復的情况发生 武汉长江下轮对手 是天津金门虎 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 天津金门虎不同意比赛延期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武汉长江这场比赛会被判复 中国足协方面也提出 可以让U21球员参赛 但球队已经报名的U21球员 现在都有不同程度感染 其他没有报名的U21球员 现阶段都没有集训 如果武汉长江真的被判复 那么他们想要追上广州队 只胜理论可能 广州队已经连续17轮不胜 下轮还要对阵争冠的山东泰山 如此一来 广州队的保级形势 立即变得明朗起来 几乎可以躺着保级 中超的情况真的瞬息万变 也让人有些无奈 武汉队实在太难了 中超第一 jointly 第一次钓灭球ced by 直接出 ноч脸 都令我们如武汉阳 立即停 中最好的 带阳 终不